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您再次来到我们热血科学家的 闲话家常 本节目由国科会赞助播出 感谢国科会 感谢干爹 好 我是东海大学 艺术物理系的施麒麟 人称蜻蜓老师 我是中云大学物理系的许晶玲 人称ZERO老师 我是看电影 看到人家觉得 今天有钱真好用 的九九 我跟你讲 这部 我跟你讲 这部在新加坡这一系列电影 已经演到第三集了 对不对 钱不够用 对不对 这个应该是很能够唤起 大家普遍的 共感的一个片名 不过我想问的是另外一个问题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钱太多的困扰 没有 非常感情解铁的跟你讲 欢迎有听众朋友这种烦恼的 请来找我 好不好 我们很愿意帮你解决这个烦恼 帮你分担这个烦恼 我认为现代人一定就是钱不够用 时间不够用 睡眠太少 这一定是普遍的最有苦恼的 我跟你讲 我那天遇到一个年轻的朋友跟我讲说 最近真的好忙 忙到呢 这个都没有时间好好的休息 我真希望24小时可以变成一天有30小时 我这样就可以多四五个小时 我说没有用 你放心 你多那四五个小时 你天天又来啦 来工作了 你等于从24小时忙碌 变成30小时忙碌 这个我们以前认为 所以的科技的进步 劳力解放 我们应该会越来越轻松 没有搞相反 我们越来越忙 就好像以前我觉得 我的电脑要是换新了以后 它应该可以跑得更快 就换了新了以后 新的城市立刻就把他的效能都把它用掉了 结果也没有变得更快 各位你记不记得 我们那时候 说要推展这个新教育 那希望那个课本不要那么重 所以我们就尽量的 这个字印大一点 书印薄一点 结果现在我小朋友的书包 比我以前书包还要更重 为什么 你不是要印薄一点 那为什么会更重 因为它分的更多 概念是这样子 印薄一点点 但是你就变得很多本 这就是一钢多本的意思 一个科目从一本变成很多本 一钢多本 反正现代人就是这样子 对不对 所以时代进步 结果创造越多事物 结果我们反而负担越来越多 不过我们常常 在节目里也有常讲 我也常跟学生讲 各位 其实我们这一代是属于 我说的这一代不是只有我们 讲我们这种已经 这个四五十岁以上这一代 是说我们这整个世代 活在这个21世纪初期 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期 这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 最爽的时代 那其实各种的物资 非常的富足 然后大家的健康状况 也都比以前好很多 寿命变长 然后各种方便的事情 以前都只有这个王公贵族 才能享受的 现在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得到 那应该照理讲是应该是 大家都觉得很爽的时代 可是其实大家每个人都在叫穷 这个大家见面披头就是 最近景气真差 百姓生活好苦 大家不管在哪里都讲这一句 那所以我其实有一点搞不清楚 我们现在到底是个富裕世代 还是贫穷世代 这两件事情不冲突 如果你问我 我会说我们过着一个 非常富足的生活 可是你问我钱够不够用 我还是说不够用 你看吗 两位老师 我其实我最近也有这种调诡 我难以理解 之前那个疫情时间里面 疫情期间 让大家知道那种百费 这个百费待举 所有东西都荒废了 结果很多的工作业务都推展不开 所以那时候大家都苦哈哈 结果那时候发现 大家苦哈哈还是撑过去了 可是我跟你讲 疫情解封了这两年 其实在我们动画业界 台湾的动画业界 跟特效业界 反而很多公司撑不过去 最近陆陆续续就传出有问题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反而感觉到好像解封了 应该大家要开始变好转了 就反而这时候开始撑不过去 这个JoJo是做动画的 那时候疫情 这个大家疯在家里 没事干脆就要这个影视产业 蓬勃发展 比较惨的是电影院 但是大家在家里看串流 那时候不是那几家串流公司 也都是大发力士吗 所以你说这个疫情过了 反而造成你们这个业界的不景气 这当然也是有可能 大家去做别的事了 不看动画了 对啊 有可能 就突然间感觉到 好像案子就在国际上 也没那么多 所以台湾有很多 我们台湾业者有很多 都还接代工 其实最近都接不到什么好案子 对 不过任何的转换期 一定是这样子的 对不对 你说这个百费代薪 对不对 可是你说真的疫情过去了 我们只要讲一个最明显的 一定会造成社会上的冲击 比如说口罩就卖的没那么好了 口罩业当然就会觉得 他的生意反而是因为 这个疫情过去变差了 举个例 所以我就转换期一定有人因此受惠 也有人因此受到冲击 对啦 不过我们今天要讲的 其实不是这个问题 我们比较讲的是个人的感觉 所以刚才就回到那个吊诡这件事情 我就说你问我 我同意刚才七年老师的 我们的确人类在现在应该是人类史上过得最好的 可是你去调查每个人 每个人都还是嘴里讲说钱不够用 大家生活好苦啊 好惨 我要写个惨字 但是你一看这个平常脸书啊 IG什么 大家都是什么出国玩啊 机场挤满的人啊 吃大餐啦 然后秀各种买来 不知道要干嘛又很贵的东西 那个桃园机场 每一天都在播报说 我们快要破纪录了 历史上纪录了 对对对 但是呢 只要这个政府一发表说 我们去年的GDP成长率是多少 然后我们的比如说这个 受薪阶级的平均薪资是多少 因为这几年这些数字 其实相对来讲都算蛮漂亮的 然后大家就会骂声一骗 你这大内宣啊 你的统计数字都骗人的 那有的就很讽刺的说 哎呀抱歉我拉低全国平均值啊 或者是哎呀的确啊 我的收入跟郭台铭平均来起来来讲 的确是成长了不少啊 等等 就是平常在网络上 看到大家的生活都很穷 政府一发表这种数字 突然大家同时一起变惨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来清理老师讲的这个问题 其实有两个面向 第一个面向 其实我认为是没救的面向 是来自于我们人类演化以来的天性 我们人类觉得 哇好爽啊 幸福感 其实有很大部分是建立在比较上面 没错 哎这是演化而来的 我们一定会觉得跟别人比我过得好不好 如果我们都是原始人 哎我今天追到了一家长毛巷 我把他打来吃了 然后别人没有我就觉得超爽的 你可是大家都没得吃 你也是另外一种爽 反正怎么都一样惨 哎所以都是比较而来的 那甚至我们刚才讲到的 虽然人过得越来越富足 可是你还是会不满 我也认为这是演化来的天性 那这个其实就是古有名训 孔子说这个不患寡而患不均 这是另外一个面向 你讲的这是另外一个面向 不均就会引起比较 那我同意 不均就引起比较 所以大家的这个你跟你自己比你变有钱 你跟一百年前比你生活变好 这个都不重要 有人比我有钱 这就是最大恶极 好所以我刚才讲 不换寡而换不均 所以不均是一个面向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人类 就是在演化过程中 你常常爽 只会爽个五分钟 然后再来你又就开始诞生 觉得我还有不被满足 还有别的东西要追求 这个某层的来说 就是人类往前进的原动力 你要是太容易满足 抱歉 如果你的祖先就是这种基因的 太容易满足了 就说我们现在已经过超爽了 我干嘛努力 对 抱歉那些人都灭亡了 有这种容易满足的基因的人 不会变成你的祖先 他们都灭亡了 所以活下来都是那种居安思维 就是拼命要争取 这个东西不满足 不是居安思维 是贪心不足的 对没有到居安不足 贪心不足 没错 就是我永远不满足 永远要去追求新的 这个其实是人类进步的远动力 也就是竞争力的根源 好 那所以这个某个程度 讲到现在大家应该就可以理解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大家整天在网络上看到的 这种矛盾的现象 对 所以一方面就是你本来就很不容易被满足 这是人类的天性 一方面就是刚刚讲到的 你是比出来的嘛 你看到不均 你就觉得好 别人过这么好 我为什么过这么惨 所以刚刚讲到了 你的GDP算再高 你一定想说 那个高的不是我 我还是属于低的 这个讲的很有道理 每次看到人家去哪一家民餐厅 PO出那些一道一道的菜 你就讲说 我都没有 我好惨 可是你昨天搞不好才去吃大餐 或者是你明天就会去吃那一家 对啊 没错 好 所以 对 所以不过我们今天要聊了一件事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你看那种资本主义社会上面 你通常觉得 好像那些过得爽的人 都会越来越爽的原因 爽的人会越来越爽 没错 对 所以这个的确 我们刚刚讲不换寡 而换不均 这个不均这件事情 就会造成大众的不满 但是我们现在是走资本主义的路线 这个不均这件事情 又会绝 又会随着经济的成长 它自然而然就会拉开 我们就讲 就是用钱赚钱这件事情 太容易了 对 那其实就我们物理学来讲 比如说我们比喻 我们大家都学过这个气体动力论 对不对 我们讲说 这个所谓的温度这件事情 就是气体的平均动能 那气体分子的平均动能 既然你的平均值是在那边 当然就有的分子比较高 有的分子动能比较低 那在我们物理上就说 哪些比较多 哪些比较少 多的占多少 这个是符合一个所谓的 Maxwell Boseman Distribution 这个东西讲起来好像很吓人 其实它长得有点像歪一边的常态分布曲线 就是中间有个最高的地方 然后最低当然就是领 然后往两边摔减下去 但是这个比较高的那一边 那个尾巴会拉得稍微长一点 大概是这样子 那温度比较高的时候 它那个最高点 当然就会往能量比较大的那个地方移过去 那它从这个 比较低的地方移到比较高的那边的过程中 它那个最高点会变会变矮 然后整个曲线会变宽 会变得比较矮胖 也就是它分布会变宽 那因为这个温度比较高 就是全体大家的总能量都提高了 但是那些温度最高的 跟温度最低的那些相比 他们的落差就变大了 那当然我们这个讲的是 分布变宽的关系 分布变宽 那其实财富也是一样 虽然财富这个系统跟气体的能量 这是完全不同的系统 但是它有同样类似这个特性 因为财富的分布是所谓的 Paretto的分布 它其实形状也是跟刚刚讲的有点像 长得有点像常态分布 但是歪一边 就是钱比较多那边会拉 拉得比较远 就是有钱人比我们想象的有钱 而且它的有钱程度 又比气体分子的有钱要厉害一点 就有所谓的肠尾效应 它那个衰减下去不是指数衰减 而是属于多项式的衰减 那个我们讲太多就太复杂了 就是说有钱人比我们想象的多 那个尾巴的部分 是比气体那个部分 还要再多一点 再多一点 但那形状有点类似 就是一个歪一边的常态分布曲线 然后随着这个 这个我们不太意外 因为你没钱总有一个极限 有钱是没有极限 其实现在没钱也没有极限 因为你可以欠钱 心理分子的能量不可以是付的 对我忘了考虑了 还有欠债 还有欠债 但是基本上形状有点差不多 就是那个有钱人那个尾巴 长得不太一样 我们所谓的后悔效应 就是有钱人比那个本来的理论 预测的要来的多 虽然你说比预测的多 不过我们也不难想象 因为随着时代的进步 你一定有个感觉 用钱赚钱 真的就是比你用劳力赚钱容易太多 没错 因为用劳力赚钱 我们是领薪水 领薪水当然偶尔会加薪 但是你就是一个薪水领多少钱 所以你的收入跟时间 大致上是成正比的 因为你每个月固定赚那么多钱 但是经济的成长 它通常是一个指数函数 那你要是所谓的投资 就是你要把你的钱 放进去整个经济体系里面 让它跟经济一起成长 就会变成是指数函数 那这个有点 大家小学都学过 这个等比级数很厉害 等差级数就没那么厉害 对不对 你的那个 你靠薪水的收入就是等差级数 没错 你靠经济体系用钱赚钱 是等比级数 所以呢 不需要任何理论 我直接用个经济的外行人的角度 我看 这绝对就是个大问题 没错 就会造成刚刚讲到的 你有钱的人 太容易赚钱的话 他就越来越有钱 因为他剩下那么多钱 他也不知道干嘛 我大餐 一天吃一次很爽 我一天不能吃十次的大餐 对不对 你再怎么花天酒地 如果当你的钱是什么几亿 几十亿 几百亿再赚 花天酒地 那个也花不完 对啊 那当然就是丢进资本市场里面了 不然要干嘛 所以就我这种外行人来看 这绝对会以后会造成社会的大问题 因为你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 不会变成这样的情形吗 那我们刚刚有讲到说 就是随着整个社会越来越富裕 这个经济的成长 它的分布就会拉开 这个就自然会造成贫富差距变大 那各位想要把贫富差距缩小 唯一的方式就是经济衰退 你没有别的方式让贫富差距缩短 那就是大家一起 大家一起变穷 我们今天所有的人 我们都我们是原始人 我们只打到一只兔子 就这个Zero老师打到一只长毛巷 我们看到都超不爽的 没错 如果大家都什么都没打到 一起饿肚子 一起吃青蛙 青蛙 大家都会吃青蛙 都吃饱了 也蛮开心的 没有活过的一天 我跟两位老师讲 我刚才一直沉默不语 就是在想这件事情 果然你们讲出了 我最恐怖 最害怕的一件事情 原来我们要跟 那个有钱人拉近距离 就是大家一起叉 对 就是经济衰退 但是我们今天不是要为 这个资本主义体系洗白 这个贫富差距 我们虽然讲说 随着经济自然成长 它就会自然的拉开 可是很多经济学家的研究指出说 我们拉开的程度 比它该拉开的程度 还要开 对 所以这个东西 并不能只用经济成长的拉开 就可以解释这个现象 所以像前不久 我们今天会讲到这个话题 就有两个 一个就是前不久 我们的政府公布了 这个睽違30年 没有做的这个国富调查 国富调查不是在调查说 我们国家到底谁 到底谁是国富 国富 不是那个富谷 冷笑话 最近好像冷笑话变成显学 我们以前都是被吐槽 最近看大家都好像以 这个能够讲谐音冷笑话 作为勋章 这一点到我也非常难以理解 所以不是国富 不是国家的爸爸 是国家的财产国富 对国家的财富 但国家的财富怎么来的 就是人民的财富 他就是讲的 不是说我国家 我政府多有钱 他讲我们国家的人民有多有钱 那其实有一个 引起这个大家的议论 甚至造成大家的愤怒的 其实就是这个 家户所的家户财产的贫富差距 通常我们在做贫富差距的分布的时候 就会用所谓的几等分的方式 就是我们把全台湾第一有钱的家庭 排在第一名 然后第二名第三名 一路排到最后名这样子 最后名的确是有负数的 可以想象 那就这样排名出来 然后就是可以照这个排名就定出 刚好排名在全国前20% 那个就是第一组 然后20到40就是第二组 然后总共可以分成五组 然后比较最有钱的 前20%的家庭的财产的平均值 这个家庭财富平均是5133万新台币 5133万左右 这个数字 我也不知道大家觉得合理或不合理 但总之这个我想 很多人都会说 政府造假数据骗人 我是觉得这个可能性蛮低的 因为公务员去干这种事 他这个饶饭可能会吃不完 最主要是也没这个必要 因为你可以看到 我们这边有点出一个问题 因为刚刚讲到了 所有的感觉都是来自于比较 所以我们应该拿来跟最早的来做做比较 很多人就说 有钱人都逃漏税 所以财产都藏在不知名的地方 在海外还是人头 不过这个通通不管 反正就是从政府能够掌握的资料库里面 捞出来的就是这样 最后的20% 就是最贫穷的那一边 平均是77万 每户就77万 这个是讲他的资产 不是年收入 所以就是每户的财富 如果是从最有钱的到最没钱的 我们都是比较最极端的两个 前20%跟后20% 差了将近17倍 不是不是不是 是66.9倍 那17倍是以前的数字 这个数字在30年前 上一次的国富调查的时候 是16.8倍 所以这个数字一出来 当然舆论就炸翻了 你这个政府在搞什么鬼 从30年前的贫富差距17倍 到现在将近70倍 这个真的是超严重的 对啊 拉得非常开了 所以这个大家当然就开始质疑 我们的社会越来越不公平 你看这个贫富的差距是这么大 那当然因为这30年来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经济的成长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这个30年前那时候的GDP 跟现在的GDP的差别 我们说他自然会拉开 但是也有我们刚刚也讲到的 就是他拉开的程度 比他该拉开的程度还更开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大家不爽的地方 这个贫富差距这么大 不过你刚才讲到 该拉开的程度 也就是说就现在的经济学理论 他会自然呈现的 对 那种贫富差距更夸张 对 比这个理论预测他该有的 也就是有钱人 这个在经济成长的过程中 他是更大的获利者 那最弱势的那一些 其实他拿到经济成长的好处 是非常少的 好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要知道就我给西方的话 就是财富方面的自由主义的观点 就是说我们这个财富 就是跟你的人生自由有关 我自己怎么支配我自己的东西 所以你要用什么理由去限制 感觉上就很奇怪 这个照理来讲的话 你自己的努力变成你的财富 那当然你有运气上的差别 可是就资本主义的观点来讲的话 你要这样子才能确保 你努力的去为你自己的财富进行 那刚刚讲嘛 就是说刚刚讲那个对现状的不满足 当然一个是会造成 我们刚刚讲的对贫富不均的不满 但是另外一个也是对现状不满足 他就会想办法去更加的努力 创新 然后就最后造成了整个的进步的动力 没错 所以什么事情其实都一体两面 你要知道 以前我们最常讲的就是共产主义 他的这个理想上面的破灭 就在于如果你真的 这个我们小时候不是在讲什么 人民公社 把大家来 大家一起劳动 财富平均 没有人要做了 你做事是傻子 多做你也是拿那么多 你完全不做也是拿那么多 这个就是我们讲那个像博弈理论里面 就会变成所谓公共财的悲剧 没错 没有人想要付出 对 好 所以你要强迫大家没有比较 那大家强制的收入 结果就是大家不竞争 可是你要大家竞争 为自己的财富而努力 很容易就变成另外一个极端 就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多 因为有钱的人要赚钱太容易了 那对于这些批评呢 我们的政府也赶快拿出这个跟别国比较的数字 就是 这是好招 这个我们台湾刚讲是66.9倍 然后这个澳洲呢是93.1倍 澳洲更夸张就 这个我不意外 英国109.5倍 韩国140倍 是我们邻居 最后一个 法国627倍 法国这么夸张 我认为是 然后 但是因为每个国家做这个调查的方法不太一样 所以有的国家他没有 至少没有公开这个什么前五分之一跟后五分之一的比 那有另外一个比法是所谓的基尼系数 这个大家可能也有听过 那这个像德国的话 他的 他没有这个资料 就是刚讲的前20%跟后20%的比 但他的基尼系数越大 是贫富差距越大 他的基尼系数比法国还要大 法国是刚刚我们讲600多倍的 不过这个解释 大家当然不买单 你干嘛去跟别国跟烂的比 我们还是要自我检讨 这个我们也都同意 但是这个问题就是来了 那这样子怎么办 到底要怎么解决这个贫富不均的现象 那刚讲的那个共产主义当然是一个很极端的现象 那现在全世界真的实行共产主义的可能只剩下北韩了 而且北韩也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 因为有一位这个金正恩同志是不会跟老百姓共产 还是说共产就大家整个国家都 都我的 大家都共产 你们各位也都是我的财产 事实上现在还打着共产主义旗号的 几乎也都是资本主义了 对啊 大家只要想这个东西 绝对是违反人性的 所以大家嘴巴讲是一回事 实际去做的政策一定会做修正 所以之前各位可能也听过一个讨论 就是所谓的无条件的基本收入 就是一个人 因为我们现在社会已经有钱到一个程度 然后又自动化 生产力都变得很强 现在连AI也都变得超厉害的 对不对 那搞不好大家就不用工作也会有钱 我就说我们就是 我们现在是你一定得工作才会有钱 不然你就是去领一点点的救济金 而且这个像我们的失业补助 以台湾来讲好像就六个月嘛 对不对 那六个月以后要怎么办呢 那所以就有人提倡说 这个每个人都要能过他的基本生活 这个是人权 即使他不工作 他能过基本的文明生活 也是一种人权 所以我们应该要每个人都有一个 无条件的基本收入 比如说是一个月一千美金这样子 就大概三万块台币 好 就是说已经不是那种救济的等级 我叫好意思 而是几乎就比如说 就是我们现在有个基本工资 就是基本工资这个事情 我们现在是说你去工作 你的薪水不能低于这个 那这个无条件基本收入 他们的主张大概就是 你连不去工作也不能收入也不能低于这个 这个听起来就是我们人类科技进步的一个理想 大家不用怎么工作就有基本的 可是如果你是有点 我们说这种保守主义的看法的话 一定会说这样的话米虫不就一大堆了 那但是这种主张就是说 即使是米虫 只要他身为人类 他就有这个基本当米虫的权利 就是米虫是 米虫的生活也是人类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之一 应该讲说米虫也是人自由选择的 对 他是我们这个选项 是被人权所保障的选项之一 我就保守主义的眼光来看看 这就是拖累人体 人类整体的经济不是吗 但是这个当然就是说延续这个 大家就会问那钱从哪里来 对不对 这个其实就是有点像北欧那种福利国家 其实当然就是税率抽中一点 从有钱人那边来 就是财富的再分配 政府就应该要扮演这个角色 比如说Jero老师 如果你每个月你收入一亿 我相信世界上这样子的人应该也不少 反正你就花不完 你一年赚12亿 那你缴税缴个10亿给政府怎么样 反正一年两亿你也是花不完 好来 所以我们今天的研究 我们是不是要赶快讲一下 这次的研究了 其实就是这个概念 就是这个概念 大家一定讲说我们怎么讲了这么多 今天我们的热血科学家的闲话 怎么好像在这边做社会议题的评论 我们每次不是都是有这个 都要跟什么研究有关吗 对对对有 这个也是社会科学的研究 是是是是 但是我们每次一定都有跟著作有关 来来来 我们刚才讲说我们今天会讲这个的契机 一个就是我们的国父调查 第二个其实就是我在Nature上面看到的一个新闻 其实说是新闻应该是一个新书的书评 或者是书界这样子 那这本书的作者呢 是这个荷兰 最喜欢讲前楚国 这个一位这个 怎么念 Robians Ingrid的Robians教授 他是荷兰的乌特勒兹大学的教授 那他提出的主张就是说 我们不要只看那个收入少的那一边 来主张这个最低基本收入 我们应该要做的是限制一个人 这个不可以太有钱 那这个讲法 其实这个我觉得是一体两面 你要保持这个 最低基本收入 不用工作就有收入 你当然要有从另外一个地方搞钱来 对不对 没有 如果就这个观点的话 我想会立刻造来一些反弹 就是说你强制那些有钱的人 去养那些没钱的人 事实上是这样没错 事实上是没错 不过我倒认为出发点就是说他认为 因为用钱赚钱太容易了 所以这会变成一个不公平的竞争 我们要让这个游戏公平一点 我们是不是就是 那个有钱人 那么有钱 必要 我们给他一个上限 就好像游戏你到那边破关 够了 不要再下去了 你游戏的等级都有上限 我们人生游戏 也把它定个上限 对 这个比喻倒是可以成立 通常游戏的等级是有上限的 这不禁让我想起 我以前玩魔装气神 这个游戏 不小心在前面把等级练得太高了 没错 结果导致无法破关 这个砍掉重练的悲剧 好 大家应该听不懂 我跟你讲 这个就是等级练太高 造成引起系统的bug 对不对 对 就是因为他有一关 你主角一定要被打爆一次 游戏才能继续进行 但是我已经把它练到99级到顶了 对手实在太弱了 不管怎么打他就打不爆我 结果故事就完全没法推展下去 不过我讲说 从游戏给我们的启示 你基本上在人生的财富累积游戏里头 你的财富累积的太高 我认为也是一种bug般的存在 也会造成很多问题 所以我们干脆就限制 让他有一个上限 我觉得不失为是一个可以思考的迁入点 对那这个上限呢 其实这个从古时候 什么摩西时代 这个什么西伯来的圣经 就有提到这个 哎呀人不可以太有钱 那个钱多到一个程度 就会变成罪恶 那比如说在上个世纪 这个台大的前面那条路 叫罗斯福路 对不对 那就是纪念打赢二次大战的 这个罗斯福总统 他也提出类似的概念 因为我们知道 他当总统是破纪录的9 当了12 因为打二次大战 而且我们都说 美国总统不是只能当两任吗 后来我一去wiki说 他说其实宪法没有明文规定写 不可以连任 真的 不可以连超过两任 没有明文规定禁止 但是过去曾经有几个总统 想尝试做这件事情 都遭到人民的妥协 因为他们就是华盛顿 他们开国的总统 拒绝当第三任 然后形成惯例 但是并没有白纸黑字写进现武里面 我还真的不知道 罗斯福那时候 因为第一个他上任的时候 就是美国的经济大恐慌的时代 他推行新政 以前我们小时候念书有讲到 他多多少少就有一种社会主义的色彩 就是用政府的力量去介入整个经济体系 然后接下来就是又打第二次世界大战 所以他其实当了四任 那四任怎么只有12年呢 是因为他的第四任 就没多久 过世了 这个可以说是破纪录 这个任期 那他也提出说这个人的财富 应该是要有上限 他讲的应该是年收入 他曾经有一个说法 不过应该是没有推行 他只是这么说过 他就说每个人 那个最高的年收入 他讲出一个数字 但是在这个Nature这篇文章里面 已经帮他换算成现在的 你感觉会不对 因为会通货膨胀 相当于现在的48万美金 那48万美金 差不多就是1500万左右 OK 好 那1500万年收入1500万 听起来很多对不对 可是其实有这样子的收入的人 其实超多的 对 所以当然没有推行也不意外 所以这个就点出一个问题 我们所谓 人不能太过有钱 那问题就变成 要多有钱才叫做太有钱 这个就是Nature这篇文章的标题 How rich is too rich 好 这边还有另一个观点 不过时间有点压力了 不过稍微讲一下 也有心理学的研究在讲说 我们人类的快乐 到底会不会跟你的收入成比例 其实是会的 可是他也是会有一个递减的效应 有一个饱和值 有一个饱和值 好像有一个讲法 我有可能 我可能没有记得很正确 不过他的讲法是说 你的收入大概 我们常说什么年收百万 对不对 年收百万 这个好像已经变成 就是算 还算是很 可以 很不错的一个 在现在是很不错的 那他说大概在年收入 三百万以后 这个衰减的就会非常厉害了 意思说你 年收入到三百万 但我也没有到这种程度 我不知道 他说你三百万以上 那个快乐增加的程度 对 就是比如说你现在年薪一千万 变成年薪两千万 这种感觉跟你 从年薪五十万变成年薪一百万 那个你就有点麻痹了 没错 因为你就花不完了 你的生活所需其实是花不完的 对 所以就心理学的层面来讲的话 你给他一个限制 应该对人类的冲击应该也还好啦 不过这种研究 其实都充满了争议 因为这个东西都是去做调查 对 那你调查出来的结果 到底有多少代表性 然后多少人是在跟你讲场面的话 这个很多人也不同意 因为这方面的研究 他的方法不像我们自然科学这种 一翻两瞪眼的 好 但是呢 总之我们这位作者 就是这个 回到我们这个教授 他最近就是出了一本新书 叫做限制主义 限制主义 他认为 Limitarianism 好长的名字 好啊 认为我们人类的财富的上限 应该落在哪里 他说是 因为他欧洲人 他讲 他拿出来的数字呢 是也是他经过一些调查 但是这个调查 大概就是类似我们讲的那种 社会科学的那种调查 问卷啊 访谈这一类的 他得到的结论就是 你的资产上限 大约应该设在 1000万欧元 这是总资产 不是你的年收入 总资产 对 那大概就是3亿5千万台币左右 就是 全世界最有钱的人 他拥有的财产 也不可以超过这个数字 你游戏破关了 停在这里 我跟你讲 这个数字 你到我们出的 我跟Zero都是彰化 彰化县出生的人 到那个什么云岭和美 那一带去 那个路上穿着拖鞋跟雕嘎 在走路的阿伯 可能两个里面就有一个有这样的身家 这个园岭这个地方 是说 这个是台湾的亿万富豪最多的地方 因为以前的一些中小企业组 其实那个家产都很英识 那时候这个赚的钱其实都不少 那些传统产业 好 那就这个上限你是否同意 我想 至少以我现在没这个财产的人 我就觉得同意同意 超过的全部充公发给大家 这就是他的主张 拿这一部分多出来的钱 就可以让大家有无条件基本收入 或者去做一些各式各样的社会的改善 不过 这个当然你可以看到 这个引起的争议一定会很大 而且他说我已经特别优待了 他说根据我的研究结果 大家的共识是 你的财产只要有四百万欧元 大家就觉得已经算是超有钱了 我已经帮你无条件敬畏到 这个一千万了 这个我想到了 你知道吗 现在有很多国家都在酝酿 要抽那个富人税 就是你有钱我就应该加重税 然后那时候其实很多有钱人 为了要平息这种争议 都说我赞成 台湾那时候不是也在炒 要不要加增这个富人税 可是你发现这个都是不了了之 那我说实在 我也不觉得你应该要特别 因为我觉得这个 这个就变不均了 不平等 对不对 人家有钱 人家赚 没有这就是看你的平等的定义是什么 平等的定义是什么 对 但是你 就我相信这个讲出来 我们今天在节目讲 这并不是表示 我们赞同这个立场 我们只是抛出这个问题 大家可以想一下 大家对贫富不均 是不是感到不满 是 我要限制有钱的财产 你又说这不公平 那你到底想怎样 对不对 我就想哪天搞不好 我就赚到一千万欧元了 结果你居然要把我多的都冲工 我当然超不爽 还不止这样 他说这个遗产是属于一种不劳而获 他说应该限制每个个人所接受的遗产 不管你接受多少人的遗产 上限应该设在20万欧元 20万欧元 大概就在700万台币 其实真的在台湾这不算多 我赚多 不算多 不算多 你随便继承个房子就不值了 真的 没有啊 我就是要来解决贫富不均的问题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 大家看到贫富不均 大家就狂喷嘛 那解决的方法 我们就拿出来讲嘛 这不外是两个嘛 保障穷人的基本收入 这一个 钱从哪里来 当然就是谁要钱这一钱 政府的角色 就是来做这个 劫富济贫的动作 所以就我的观点 这抛出来当然就是要促成讨论 所以可能会讲个极端一点点 我就观点上面 它的确就是提供了一个方向 你刚才讲到的 刚才就老师讲到的 抽富人税 某个程度也是这种概念的一个 转变形 不过这种东西 其实因为现在 全世界还分成很多的国家 那有钱的人 他的全球移动力 一定是比较好 所以我说 我心里想的很美好 这个下去 贫富差距问题 立刻解决 然后有钱人 就立刻跑光 跑到不抽税的地方 就是这样子嘛 除非全世界联合起来 大家都用同样的一套标准 现在就已经发生了 很多的公司 你是什么 开曼群岛 什么太平洋的某个小统 我这个国家 看你搞这个 我一定反其道而行 把资金全部吸到我这边 这个对国家来讲 有钱人都跑了 还不在国内投资的话 那不就国家 其实到时候也是 惨的人还是一样 所以美国现在要求 现在要 要算你的资产 是根据你全球资产 他才不限你在美国 那个什么肥咖 对对没错 所以我们人类的发展 就是一定 你的理想提出来 可是现实 这个考量 或是现实 这些躲避 这些政策的措施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一定会有的嘛 所以我们人类 只能逐渐的一直调整嘛 理想一定会有人提出来的啦 可是你刚才讲到 要达到这个 你必须要 大家联合嘛 那你要整个 所以这个 讲到这个东西 要做这种 税负上的调整 大家每年缴税的时候 不管缴各种税 你一定觉得超不爽 超不爽 然后觉得钱都被政府 拿去污掉了 好 那好啊 那我们要贫富不均 大家不相信政府 来谁来做 罗宾罕 廖天丁 廖天丁嘛 我们不能讲罗宾罕 我们讲廖天丁 廖天丁可能搞不好 已经更少人知道了 这个我们要 但是我们还是要多讲 对啊 这个台湾的历史记忆 我认为 这个应该是全世界都共有的 我们只要有那个地方贫困 就会产生这种 这其实是一个难题 你看这些有钱人 他又会去各种的捐款 成立基金会 当然或者是给政治人物 政治现金 所以他们其实靠着财富 也取得了 这个过大的影响力 这些都会是问题 对啊 没错 那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现在 讲了半天 到底要怎么办 我们也没那么英明 没有答案 我们只是跟各位介绍 有一个学者 提出了一个想法 我刚才讲了 人类的进步 本来就这样一步一步的 然后在不同的摆档当中 逐渐的前进 对啦 找到一个妥协点往前 对啊 所以这就是一个 比较极端的主张 他有他的道理在吗 我其实我的感觉 这个学者 也多多少少有点故意 因为这种东西讲出来 大家一定说你左胶嘛 对不对 但是其实这个事情 不思维是一种 刺激大家思考的方式 是 我们的资本主义 但资本主义有它的好处 我们刚刚讲 我们最近这100年来 世界的进步 有很多要算在资本主义 对啊 功劳上面 那但是它也衍生出 很多的问题 对 没错 那这问题 其实当然是越来越复杂 要处理起来 也是非常棘手 这贫富差距再扩大下去 其实这个社会 真的有可能会崩溃 会革命的 那到时候 反正就是整个砍掉重链 那个崩溃是每个人都一直 这个会因此受难 所以我们一定要赶快先 先先喊一喊 当然崩溃是一种财富 重新分配的方式 但是你不见得是会变爽的那一个 对 一定是经过痛苦的过程 所以很多富人也怕会有这种 极端的现象发生 所以他们现在也愿意抛出一些善意 我们来解决这问题 对 所以很多富人 他们会比较热心公益 有时候会捐献 不过这本书也讲说 你们这些基金会影响都太大了 像Bill Gates最有名的 他赞助资助很多科学研究 但是你做 你推这些科学研究 去排挤了其他的科学研究 这样真的是对的吗 等于是有钱人 决定了整个科学研究社群的走向 他的影响力已经大过很多个政府了 这个要怎么说呢 这有钱人就会觉得 好 我吃这个野养 你吃那个野养 我都把我的钱捐出来做这个研究了 你还到底要说我怎样 对不对 人生真难 人生真难 好 所以我们今天的结论就是 人生真难 还有一个就是 到底多少钱算有钱的 大家可以想想看 怎样算穷 怎样算有钱 怎样算太过度的有钱 这个上限 我们要不要把它一刀砍下去 这个可能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这个感谢国科会的支持 那本团队就是属于那种穷的 需要有 有业配吗 不是 需要国科会给我们的支持 无条件研究 基本研究 对啊 比尔开支都不来支助我们 我们只好被排挤 幸好有国科会 我们做的事情也不太花钱 所以有就很感谢了 那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 我们还有两个YouTube频道 一个是亮子熊 一个是热血科学家的 长话短说 欢迎各位订阅 按赞 分享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